晃神女夜騎機車 國道港22公里 國道警察區前天晚上7點多 街道通報 國道1號近有機車 有啊 我破黃田的啦 先幫我壓力下來了 因為我跑到這邊給他 給他買主的警察 然後把他放在外面 仙艦出動三台巡邏車 在騎士後方介護 防止追撞 但急车骑士不但不管警车住在后方 还在内线 中线 车道游走 直到一台箱行车听到警笔 帮忙在前方紧速阻挡 才结束这场国道精魂祭 急车骑士被拦下后 警方发现 既是一名54岁的杨姓富人 说他正要去上电脑课 不知道自己怎么骑上国道的 误骑国道花款是4000块 因为他不太认识 最近的尤其精神有点矿路 所以才误骑上国道 等新闻发贷好几张 报导